南加州侨领张素九、郭颂、陆强等出席成立仪式, Elterburn非盈利组织机构创办人王小帅, 目前就读于美国Aux Christian High School,9年级, 从小三岁就开始学习书法至今, 来美国读书后,亲身感受到身边的美国同学对中国文化的喜爱, 希望能够继续将中国文化艺术传承光大, 为中美两国艺术的交流,为中西方文化的融合做一点贡献。 同时,小帅也看到美国一些贫困家庭的学生也需要帮助, 于是萌发了创立一个慈善基金会, 筹集资金推广中国的文化艺术,帮助家庭贫困的学生。 王小帅在Aux Christian School已经创办了一个学校书法club, 不定期开展活动服务学校和周边社区。 同时,该机构计划在未来两年, 在洛杉矶、纽约举办两场书法作品巡回展览, 筹集更多的慈善基金, 实现推广中国文化艺术, 帮助家庭贫困的学生这一创立Eltra Brand宗旨。 这个会可能就是成立之后, 我第一步现在的行动, 就是未来计划可能就是, 我现在先坐实, 就是先弄一点这些club members进来, 然后先让他们做一些, 比如说charity,或者是 donation, 然后呢再做一些义卖, 把这些钱呢捐给那些需要帮助的小孩们, 或者是就是那些贫困的家庭, 就是让他们拥有一些, 就是我们觉得就是比如说, 它是来水或者是一边, 就是我们觉得都很轻松的东西, 他们有可能现在都没有, 所以我就是还是想助力, 就是帮助别人。 城市电视台记者洛杉矶采访报道。